大家好 风云风雨今天来到台北市大安区的一个古迹 大安区的古迹有什么特别吗 我转个镜头给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到了吗 这个古迹就在大安区龙门国中里 是国中里面的古迹哦 这个古迹是叫做连让居 一起来看看它有什么特别 连让居这座台北市定古迹 紧离台湾大学靠辛亥路的这一边 已身在和平东路和建国南路交叉口附近的龙门国中里 在这个高楼林里的房价淡黄区 谁都没有想到龙门国中的校园里 居然有这么一座古色古香的三合院 这座门南市的古厕 它的全名叫做龙安坡黄宅连让居 它巧巧地躲在城市的角落 成为全台北市唯一存在校园里的民宅古迹 算是非常的特殊 龙门国中的教室紧挨着古迹 学校的建筑风格却很创新 在这里拍照打卡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古厕是在1999年被征收 北市府新建学校的时候 还特别针对校舍配合古迹来进行设计 让校舍和古迹完美结合 这个龙门国中也是很有意思 有看到我背后的圆窗和窗了呢吗 它可不是古迹 它是龙门国中的建筑 只是为了要搭配这个三级古迹而重新设计的 龙门国中的建筑经过整体规划 不论建筑风格还是色调都跟古迹很搭配 连老斋力已经停用的古井和校舍并在一起 也不觉得突兀 连让居的开台先祖 他们是福建泉州人 在清朝乾隆年间渡台开墾 这座摸字形的闽南式建筑 充分反映鲜明墾直台北的历史 它的主建物始建于清朝末年 从外观来看 它下半部的墙身 是来自大陆的花岗岩压仓石 墙面的竹节窗 圆形的跃动窗 也是遵循闽南的建筑风格 这是一个很朴实 也很守传统的一个农家地主 有看到吗 看到这个漏窗了 有圆的 有长方形的 窗户上面有几根柱子 一定是要单数 算一算 一二三 没错 是三根 要取其吉利的意思 连让居呈现的闽南建筑传统 连窗户外观讨吉利的单数字 都要和闽南的传统一致 屋脉上色彩鲜艳的简棉 更是十足的传统风味 看完了古臭外观 接着要往屋里去瞧瞧 进到大厅 要先礼拜一下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大厅的地板 现在已经换上了现代的瓷砖 磨石子瓷砖 我们往厢房走 到厢房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边的地砖排列方式不一样 是红色的地砖 这里你看这个地砖它的排列 像不像一个进址进入的址 也就是说 以前这边是希望 乡房不要让外民参观 不过现在它是市定古蹟 我们就来这边走走 再往这里看 这个墙上 这个孔 这个孔看到了吗 向外看 可以看到外面 这个其实是一个枪口 在这个地方可以拿着枪向外面来射击 因为以前 呃 台湾的治安不是太好 不但有盗匪 甚至可能有这个原住民 或者是张权泄斗 所以很多人家都必须自己 要能够设置这个枪口 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连让居始建于清朝末年 1897年才完工 当时台湾的治安很不好 土匪非常非常多 稍微有点钱的地主或人外 只能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 必须要用枪自重 持枪来自保 越有钱的人家 枪支越多 只把住家当作堡垒 墙壁上的射击孔是比多的 童眼 火筒的射孔 又看到童眼了 这个小小的厢房旁边 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就有两个童眼 这里的治安是有多差啊 当时大安文山一带最有名的土匪 就是住在深坑老宅 人称白马将军的陈秋菊 陈秋菊的一生充满了争议 他曾经带兵打赢过清法战争 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也曾经率领上千名的台湾兵勇 在文山深坑山区抗击日军 他一方面要躲避日军的追捕 一方面又得让士兵填饱肚子 陈秋菊只好打家劫舍 于是同样一个陈秋菊 他在国民党的口中是抗日英雄 但是 但是所谓的英雄 却是平民百姓口中的土匪头子 陈秋菊的保安措施保存良好 室内的骨骑维护也很用心 旧宅里一千辆开关 立刻让人眼睛一亮 厢房里有梳妆台 有安宾层 再往旁边看 还有一个婴儿床和摇篮 穿过规矩门 再走进会客室 这里还有一张少见的罗汉床 罗汉床可不是床啊 它是拿来坐的 不是拿来睡的 这张床的另一个重点是 它是用一整棵珍贵树木直扑而成 你看它的直面很宽 它很稀有 也是很贵的 再往里边走 这边还有一口大灶 厨房维护得相当良好 有看到吗 这是主人家的厨房 整齐干净 这当初 这一定是一个 有一定身家的地主 才能够拥有的灶咖 连让居的建筑古图 当年农家小地主的生活 看似与世无争 但外墙一个个童眼 却又凸显出当时生活的艰辛 鸿哥我对这里的童眼 特别有兴趣 从外面看 这个墙上的童眼 你看到了吗 它很不起眼 不过还记得我们刚刚从里面看吗 从里面是可以放枪 从里面可以发射子弹的 看到我手笔的方向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里面看到的 发射子弹的瞳孔 或叫瞳眼吧 真不知道当时的治安是有多差 当时的皇家要应付的土匪很多 连让居小小的一个三合院 总共就有七个瞳眼 至少可以架设七支毛色枪 作为防御土匪之用 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 在台北市中心 尤其是国中校园里 能够有这么一栋 古色古香的古迹 它就安静地处立在龙门国中里 由学校负责管理和维护 在离开连让居之前 我突然想起陶渊明这首诗 在台北市大安区 这个人身顶沸的房价精华区 居然能够保留这样朴实的古迹 要说它是奇迹吗 当初新建连让居的皇家 绝对也想不到 百年之后的自家老房子 居然也能够有 截如载人尽而无车马轩 这种一世独立的境界 人在台北市的朋友 到台大公馆附近来的时候 真的可以考虑过来转转 龙门国中把这一栋古宅 管理得非常好 朴实无华的三合院古厕 对比周遭的高楼大厦 它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差 真的会让人觉得 截如载人尽而无车马轩 不过龙门国中的管理严格 想要参观古迹 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 必须先到警卫室登记 押了证件 换了出入证之后 才能够放行参观 喜欢这集的风言风语 欢迎分享订阅 您的鼓励 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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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